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回事? 逆行检查,长官,请出示证一些。 快点,人家都困死了。 长官,请打开箱子。 干什么? 对不起,长官,我们有命运,所有车鸟必须接受检查。 睁大你的眼睛,看起来我是哪个部门的! 我所接受的命运是所有车鸟! 怎么回事? 他拒绝检查! 你是调查局的? 是啊,你们今天的行动就是我们指挥的。 真有意思啊,居然查得我自己撤上来。 对不起,长官,这是个误会。 我可以走了吗? 请,放行! 这什么破车呀? 拖着石头掉链子。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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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啊,王处长! 居然在这碰上你了! 是啊! 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儿? 一言难尽啊! 还不是让老婆给闹的。 非要看夜场电影,又要吃夜宵,看什么江边夜景。 还是你有福气啊,日子过得真逍遥。 对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又发现日本特务了? 啊,刚刚在这一带发现了敌台活动。 哦,位置锁定了吗? 基本锁定,这带已经封锁,正在安家会搜场呢。 那好,我让老婆自己开车回去,我跟你一块儿啥。 哎,这怎么行? 我是电讯处的处长,又是密电所的副所长。 这发现敌人电台了,我能回家陪老婆睡大觉吗? 哎,这,来,找几个人把我的车推一下。 是! 哎,你们来,推车! 来! 一梅啊,我有任务,你先回家吧! 啊! 嫂子好! 郭平这两天老咳嗽,别让他熬太晚了。 是,嫂子放心! 走! 哎,走啦! 走啦! 哎! 哎,你太太真了不起,还会开车呢? 她也算是大虎人家出生,在姑娘的时候就学过开车了。 哦! 王主长啊,行动是你指挥的,我,听你调解。 哎,不敢不敢。 你我兄弟共事多年,就别客气了。 那好,那就不耽误时间了。 咱们上车,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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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 我说这都没了解。 这都没有确定了。 为什么在哪里? 对啊! 我们可以感觉到。 抓住战友没了解。 对位置有些松动力 这说明对方转移的非常仓促 根据时间推断 应该就在我们到达之前 走 报告 封锁区间有没有任何可疑情况 我已经使用过所有刷卡 除了伪所长的太太驾车离开 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离开 有没有任何可疑情况 有 最先到达封锁区的士兵 发现了一辆汽车 准确的说是看到了汽车的灯光 但很快就没有了 后来呢 当士兵赶到巷子口的时候 里面什么也没有 哪个巷子口 就是那边那个巷子 来路 你们看 这应该就是那辆车留下的 可是这边有很多车印 那些都是正常性质留下的车印 只有这一组 是刹车留下的 是啊 我们的车只是经过这里 没有必要刹车 可惜轮他的印子已经被破坏 看不清了 现在我可以断定了 这个人发报以后本来已经离开了现场 却又突然返回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也许他发现了车上车 也许还有其他的情报来 那这期间的时间应该在三十分钟左右 他驾车匆匆返回 取出电台 可急切间没有放好案板 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我们最先感到的事 我想也应该是这样 他立刻倒车 使出想象的另一段出口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可是他应该往里边开呢 这个很难说呀 又看他住在哪 不管他住在哪 他都要驶离这条小巷 嗯 你说对吗 对 我们最先追到的士兵已经看不到汽车了 这条道路的两端 都应该有我们的绍墙 是 左边归我们宪兵司令部 右边是整备区 嗯 左边我们就不用去了 我是在那里碰到的郭平兄 我们往右边 这路的两边都是民房 一辆汽车根本藏不下 好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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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上车 在哪儿 这儿应该有警备区的烧架啊 不对呀 刚才我路过的时候这里就没有烧架呀 否则我也不可能经过刚才你们的路口啊 马上到下一个路口给我检查一下 快 是 王处长啊 我想一定是在传达命令的时候出了查错 两个系统部队很容易在衔接处留下缺口的 不管是谁 一定要严查 查出来 军阀从事 我 我 我 警备区确实落了一个路口和延伸出去的两条道路 具体责任正在调查 这要是在战场上 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王处长啊 总算是查清楚了 否则我可是连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是啊 如果这个路口仍有哨兵 而他们又没有看见汽车 嗯 那么郭平兄 您就得跟我回去一趟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人家早就到家睡大觉去了 咱们也回家吧 命令部队撤离 是 郭平兄 嗯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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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警惕情况要向你汇报 说吧 今天晚上我们发现了日本人的电台 在突击搜查中 碰到了密电所副所长韦国平 和他的太太胡一梅 这个韦国平 也是调查局电刑处的处长是吗 是的 是个资历很深的特务 很受立风的信任 你接着说 他们说是路过 但根据种种迹象分析 我怀疑他们就是转移电台的人 有证据吗 本来应该有的 但是 搜查部队在闲间上出了问题 被他们逃脱了 这件事情 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 没有人了 我及时向你汇报 就想向你请示一下 要不要向立风报告 暂时先不要报告 更不要京东美国平 是 你要秘密暗中监视 查清他的身份 密电所 现在是矛盾斗争中的焦点 如果我们能掌握证据 在必要的时刻 也许能被我们所谓 是 我明白了 你眼都快亮了 你怎么还不睡了 你怎么了 进门就一句话不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这是学乡与后爬呀 就差一步 我们夫妻就要在监狱里见面了 怎么回事 不只是老天有眼 还是我们夫妻命不该绝啊 我想痛了 我想痛了 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我们走 回宿为老家去 真的 我想痛了 人活一世 性病最重要 只要能踏踏实实地活着 我必要无所求 可是 我们走得了吗 我需要时间安排一下 只要能进入日本人的地盘 我们就没事了 太好了 这种日子 我已经过够了 这种日子 我已经过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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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叔叔,是你啊 今天熬夜,辛苦了 不辛苦,就是写字写的手疼 你抄写的电报,我都看了 对前线的部队很重要 真的,太好了 怎么样,最近和郭忠良出的还好吗 挺好的,就是 怎么,有意见就提吗 其实也不是什么意见,就是他太客气了 天天都不肯乖乖的去睡觉 他这是关心你啊 可关心一两次就够了 天天关心,就是太客气了 好,你的这个意见,我转告给他 林琴,最近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我觉得都正常 她对你很好,可是你却处处提防她 心里不是滋味吧 是 我们从小到大 彼此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谎话 如果你从感情上实在接受不了的话 组织上可以考虑改变方案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开了也没有什么 我们分输两个阵营 我并没有伤害他 郭忠良是老同志了 你参加工作不久,要多向他学习 是 为了下一步工作平稳进行 组织上决定让你们结婚 什么时候 当然是越快越好 这件事情,你可以跟郭忠良 还有你妹妹商量一下 好 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听说,你见过王浦江了 是 你知道 你们是不能继续的 我知道 请组织上放弃 我会控制的 我也不会再见他 地下工作 是很残酷的 为了保证安全 必要的时候 我们必须牺牲自己的个人情感 我明白 我知道 有些事情 对你来说是太艰巨了 可是我相信 你一定会克服困难 出色完成任务 是 我一定会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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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可以跟你去香港 去见文维军 不 我不想勉强你 你根本没有把握说服他 但你可以通过我 动摇他的性命 因为你我同样清楚 文维军对我的感觉 我当然很清楚 但我想你也应该清楚 在感情上 我虽然是个失败者 但在人格上 我还没有那么卑鄙 是的 所以你才不敢承认 并不是因为你虚伪 而是因为你根本不敢 证实自己的内心 我确实闪过这样的念头 所以我才愚蠢地向你提出 但随即我就后悔了 我不要你跟我去香港 我想去 我真的想去 只为见他一面 是的 这也许是 我们今生最后一面了 好吧 你跟我一起去吧 谢谢 不过有句话 我还是要说清楚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 你是绝对不会帮我的 所以我才要感谢你 我们结婚有多少年了 二十四年了 绝 惠子和方子已经二十三岁了 我不是离别人 我不是离别人 我只是因为一件事 女性 我不是离别人 都不是离别人 我怎 cred 我爱你 你父 Avengers 哪怕是一瞬间 对不起 我没有 谢谢 谢谢你没有跟我撒谎 康复 我虽然没有对你可不明显的爱情 但你却是我今生最要感谢的人 你对我的感情 对我的快容和谁让 都让我看得很清楚 也记得很清楚 你把一个女人该给的都给了我 我知足了 能够和你这样厮守 你是我将生最大的幸福 再过几天你就去香港了 要去见明维军 你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我准备带我的太太一起去 你太太清田秀 是的 这怎么可能 她现在是军部监视居住的人 战美军 说说你的想法 为什么一定要带你太太去香港 说实话 我没有任何把握 去劝说文维军背叛自己的祖国 你想通过你太太 是的 是的 我的太太和文维军的关系非常好 他们的友谊甚至比我还要深 可你太太是一直反对大东亚圣战的 你怎么可以指望她去说服文维军呢 我根本没有指望我的太太能够按照我的意愿去行事 但是 范本隽 不悲难你了 我来替你说 你夫人跟文维军根本不是什么友谊 她一直都爱着文维军 你怎么知道 你是帝国最重要的头脑 我们有义务向你负责 同样我们要掌握你身边发生的一切人和一切事 的确 在作为一个日本男人来讲 是很难启齿的事情 不过对于这次去香港的行动 的确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 我改变主意了 我不能用我的太太去和别人做交易 这不是交易 这是诱饵 以文维军的为人 她不会造出那种事的 是的 如果她想取代我 也不会等到今天 我太太也是 如果她想背叛我 年轻的时候 她有无数次的机会 这件事 你跟你太太说了 是的 她怎么说 同意去见文维军 我想 我太太 立刻识破了我的用意 她谴责了我 但是 她最后还是答应和我一起去香港 这就是女人 情感总能战胜立志 是的 她太想见文维军了 那就让她去见 你觉得会有效果吗 清天秀肯定不会去劝说文维军 包括她会搞乱文维军的心智 如果文维军出了什么差错 我们可能就会有机会 向大阪营报告 为清天秀办理出国护照 是 飞机一个小时以后起飞 直飞香港 天黑就能到达 钱都累到香港了吗 她是昨天到的 住在半岛酒店 你们也住在那 酒店已经被我们的人控制 到达后 我会和香港警方联系 确保你们的安全 辛苦你了 好 文将军 队外面请 好 文将军 这就是您和许女士的房间 我和我的人就住在对面 啊 钱德勒在哪儿啊 钱德勒在另外一层楼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她 明天吧 今晚您好好休息 啊 好吧 再见 嗯 那里是房间 这里是客厅 啊 餐厅在这儿 啊 饿不饿 还好 你呢 我是有点饿了 我们可以去餐厅吃饭 也可以把饭叫到房间来吃 真的 嗯 可以把饭叫到房间来 是啊 鱼馆里有这一项服务 会不会很贵啊 啊 肯定比在家里吃要贵一些 那算了 随便吃点东西就行 那怎么行 好不容易把你带来这里 所以不能简单了事 不能简单了事 房间服务 是 我愿意买两个小鱼饭吃饭 是的 非常好 还有一个小盒的白酒 谢谢 怎么了 我和你居然到了这种地方 就像是做梦一样 如果是做梦 这也是个美梦 梦想成真的梦 可是 梦总是会醒的 你放心 醒了以后 不过我们还在一起 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 好 怎么了 好 很久没有看见你穿这身衣服了 是啊 好久了 只有出身高贵的女人 才配得上这身和服 别忘了 我只是你们的囚徒 夫人这回开玩笑 我这个囚徒 几年来第一次走到外面的世界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命运 但是我知道 我能见到万威局 这就足够了 战争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 能在这世界大一面 显得就是命中的奇迹 而后来的结果 证明确实不亚于奇迹 这对我 对万威局 对康复而言 都是如此 怎么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色了 您如果能够帮助山本康复先生 完成此次任务 我们可以向军部报告 解除对您的软禁 真的 太好了 根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情报 文威君已经抵达香港 住在半岛酒店 但令人惊讶的是 他还带了一个女人 住在同一个套房里 是吗 是他太太 我们还不清楚 据我们所了解的情报来看 文威君 一直是单身 没结婚并不等于身边没有女人 她和我年龄相仿 人又非常出色 不可能没有人爱她 你说是吗 不知道 文威君很久没有她的任何音讯了 到了香港我们住在哪儿 也住在半岛酒店 哈喽 您好 您应该是马特尔 对不起 您应该是马特尔 我听不懂英文 能告诉你的上司 想要监视对方 而又不被发现的话 应该经常换人 好好干 尹德乐先生 哈喽 好久不见 是啊 好久不见了 你老了 是啊 如果在大街上碰到你 我恐怕要认不出来了 我来介绍 这位是钱德勒先生 我在美国的老朋友 这位是我的未婚妻 徐亚兰 这是欧洲人的礼节 女士 我被你的美丽 她在夸你漂亮 亚兰 我跟钱德勒先生 有些公务要谈 你先随便出去灌我吧 好的 秦德勒先生 再见 出去逛一下 请里面坐吧 请 王维君 你这个未婚妻 很有意思 她是传统的中国女人 对西方礼节很不适应 让你见笑了 其实我跟你说 这个东方女人的羞涩 我是非常喜欢 让我觉得自己更难忍 你结婚了吗 谈过几个女朋友 没一个成功的 怎么会呢 你仪表堂堂 而且我记得 你很会娶女孩子的 一个男人 一天到晚 埋在黑市里头 什么女人能接受得了 这么说 这些年 你一直在破译密码 海军情报部 你们都接触过 哪些国家的密码 德国 苏联 意大利 就这些 接触过日本人的密码吗 一年前刚开始接触 那 你们都破译过 日本哪些密码 对不起 国家机密 不不不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是我冒昧了 那我换个问题 你们接触过 日本人的紫光密码吗 紫光密码 没有 听说过吗 在此之前也没听说过 咱们 打这个游戏 开始之前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从这么远的地方 来到中国 有一个机会 跟一个老朋友合作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 现在 我非常高兴 我也是 可是你也应该清楚 我到香港来 并不仅仅是迎接 一位老朋友 这个我知道 你是来 测试我的能力 对吧 是的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如此大费周章 花费巨额资金 当然是希望 你能帮我们解决困难 不用解释 你是个忠将 我才是一个退役的 海军上校 这跟军衔无关 你又来了 你知道我一向 是没有什么幽默感的 我知道你这个毛病 原来也曾经 让我头疼 我承认 美国的整体密码水平 是要超过中国 但是具体到日本的密码 我们已经研究六七年了 那你能够具体的说说吗 过去几年 我们对日本人密码的编制思路和手法 已经掌握了一些规律 尤其是紫马一号 破译的非常彻底 但是呢 但是对于紫马二号 过去的一切金融都不管用了 不仅不管用 还反而成为破译的障碍 可能是反向死 我也这么想 我们也朝这个方向努力过 但是同样没有结果 这是我们捷获的一些紫马二号的电文 你看一看 那怎么说 考试正式开始了 是的 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我要时间 没问题 我可以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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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兰 这么快就结束了 啊 这是一个礼节性的见面 以后见面的时间会长一些 你在这儿干什么 没干什么 随便看看 我不是给你安排了车 让你出去逛逛吗 嗯 你个人出去没意思 我想和你一起出去 好啊 走 咱们逛街去 真的啊 你有时间吗 当然有 我不是答应过你 要好好陪你的吗 你对我真好 不 还不够好 走吧 给我房门钥匙 这边请 闪开 哎 山本街 文秀 好久不见了 是啊 十几年了 你们怎么到香港来了 我带青天秀出来散散心 是吗 这么巧啊 而且我们还住在同一家酒店 这位是 对不起 我是李兰 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叫徐亚兰 我叫青天秀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 但我早就知道你 对不起 伟秀 带我的房间去坐吧 来个时间吧 我跟亚兰正要出门 不 你有事你忙 我没关系的 陈本君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好吧 我个人 哪里